水蛇腰回不去 刘湘慈总抱12公斤 今年元旦 刘湘慈担任总统府前 升旗典礼司仪 他一时可恶 我们的总统 正在下台 下台 下台 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披他不得体 也有网友赞他 终于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封他为乡神 虽然人气 屁畔高 他却为此懊恼 成了贪吃怪 卤肉饭麻辣锅吃不停 让身材加速走山 还被直击 在肯定国小慢跑 看刘湘慈穿着紧绷到不行的小背心 乖乖的滴奶和 拖腰腰的吐肚 解析一般高 让人傻傻分不清 到底是奶还是肚 因为原本性感的水蛇腰蜜桃臀 也彻底崩坏成了水桶腰和瘦桃臀 读者竟然还认得出他是刘湘慈 小弟配不配 刘湘慈2012年拍摄写真集时 身材好到几乎不用修骗 如今目测体重至少飙或60公斤 和拍写真输食的体重相比 肥了12公斤 刘湘慈对于屏东遭到偷拍 感到很无奈 知道自己油滋滋的身材 被血淋淋的偷拍 也忍不住扑反 要认真减肥了啦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一手掌握一周刊 不只是周刊了 他现在又出APP啦 大家赶快拿出手机上网搜寻 台湾一周刊APP免费下载的哦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的吧 这样就可以随时顺利 关心到无论新闻的动态了哦